王先生的家在林平运河立园 房子在顶楼 他买的美的中央空调是一托五 出问题的是阁楼上客厅里的这只空调 王先生说到目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王先生说空调是在杭州夏沙 恒大建材家具市场买的 记者陪王先生从林平赶到夏沙 找到了市场里的美的专卖店 店员帮忙联系上了唐老板 我现在不是很清楚 运河立园是什么情况 还什么情况呀老大 上次不就是那个空调一直在漏吗 那个漏的话美的售后的话 他会去跟你处理 那个已经我这边已经在跟那个美的售后 在跟他沟通了呀 你是那个美的的经销商是吧 对对对经销商是的是的 他那个扣掉到底什么问题 电话那头唐老板让负责跟进此事的店员 做出了解释 他说你们工人检查说是有个小口子是吧 对对对就机器上的是 那个机器上的一个螺纹有问题嘛 有问题之后需要更换那个机器 更换机器呢售后走流程走上去的 30号是我们师傅去发现的 因为我们销售的话 其实我是只是一个桥梁嘛 我也不能确定售后这个配件 在流程什么时候能到 推单推单我拼命在吹 这些这些记录我都有的 我一直在吹吹吹 就是说吹单赶紧赶紧到货到 唐老板表示 会赶紧再跟美帝售后联系 两个小时后 王先生反馈 美帝的售后师傅 已经上门帮他更换了 有问题的那台空调内机 他感叹对方这次的表现 还真算得上是雷厉风行 1818黄金眼七周报道